現在法國的料理就是越來越多是那種吃概念 或是吃理念或是吃想法的 但也希望是能讓普羅大眾都可以進來吃第一口東西 我就吃得懂你在幹嘛 或是你想要告訴我們 在我16歲那一年一開始只想要打工賺錢 開始從外廠下去做 然後廚房就問我說要不要進去廚房 16歲開始就當學徒 從窯湯啊收垃圾啊開始做 一直做著做慢慢發現自己的興趣 跟對自己有期望跟自己想要的感覺 然後就是慢慢的越做又有興趣 剛去的時候這語言不通嘛 因為畢竟我也不會法文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去累積一些語言 基本上在出餐的時候就聽得懂 然後上完課就是學校會發一些實習的機會 那我就跟主廚說想要找那種 就是廚房只有三個人或是四個人的餐廳上班 這樣才能學到各個崗位 不然其實在大餐廳裡面 雖然可以學習到很多經驗 但是實際操作的機會很少 法國人就是很兇啊很激進 但是他們其實都是為了出餐品質跟出餐要求 所以才會他們就是對視不對人啊 就是偶爾發脾氣 但是下班就是像你跟朋友一樣的相處 對 我是最喜歡紅酒燉牛肉吧 在台灣其實已經學過這道菜 但是台灣的做法 maybe已經變成台式的紅酒燉牛肉 那在法國的時候他們對食材的講究 對基本功的處理啊 我都是算蠻要求 像這種紅酒燉牛肉 其實要花費很長一段的時間去做準備跟醃製 才能做出蠻有深度的一道紅酒燉牛肉 我的初衷很簡單 就是想要把法國一些飲食文化 想要讓台灣人一起去體驗 其實在法國他們的主食就是麵包 那我希望是每一道料理都有一個sauce 用麵包去沾那些醬汁 把它盤子清得乾乾淨淨 不敢說是明星賽車啦 但是就是有一道是算蠻有趣的 而且蠻符合我們的店的理念的 就是田螺 我用的是法國的田螺 那就是保有一些彈性跟一些原本田螺的土味 那我再搭配上一些台灣的鳳爐 去帶一點它的海味 讓整個層次上會有一些加分 然後再用台灣種的波特谷 畢竟我也在國外待過一陣子 然後就覺得習慣上他們都會 在吃餐的時候都會搭著酒啊 不管是在搭著任何的餐點 就是會精選一款酒去做搭配 第一支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是西班牙卡法的氣泡酒 那它的酸度其實算蠻明亮的 那氣泡會比較舒服 也是蠻有感的一個氣泡酒 那裡面的涵蓋是熱帶水果的感覺 然後搭配著我們的生食干貝 做一個開頭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第二支我想推薦的是法國的Rensling 他們把它做成比較不甜的白酒 那其實整體喝下來的平衡感非常好 這支酒的特性喝起來 唯韻可以留在口腔留到非常的長 那可以讓人家一口著 接著一口我們的樂前菜下去做搭配這樣 紅酒的部分我們餐廳所選用的是 伯根蒂的紅酒 那它的味道跟丹寧都是算比較細緻一點的 搭配上我們的魚的主菜是菸仔糊 那我們是用油風的方式下去做料理 菸仔糊的蛋白質是比較帶一點酸味的 那跟它這一瓶的紅色醬果味是算蠻matched的 希望大家進來不要覺得是法國菜而去非常拘謹 非常正式 那其實希望大家進來是非常enjoy這樣 希望我們不管內外廠 大家能不斷地進步 不斷地創新 做到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來服務給我們的客人 製作人 否則經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